哈喽各位晚上好有声音吗 晚上好晚上好 喂喂喂 晚上好晚上好 好嘞好嘞 可能声音是有滞后是吗 我经常就是感觉我说了好久话了 都还没有反应 好我们今天晚上开始讲方法了啊 今天明天 大家看一下 今天明天主要都是讲方法 今天明天后天 今天明天后天 主要都是讲方法 今天晚上 哈喽晚上好晚上好 我们还是老规矩 等个两三分钟等等其他人 然后咱们就开始啊 之前视频课程你们都看过吧 视频课程里面 然后对回马腔 应该是有一些基础的认识的 对吧 回马腔这个方法就是我 今天白天说吧 还什么时候 就是我之前不是做外盘吗 做美元油小道指 然后这个回马腔 是专门用在外盘上的一个方法 但是后来我发现 用内盘做大的周期 也挺好 所以后来外盘不就没停了没做了吗 反正美元油上用回马腔挺很好用 还有小道指也很好用 因为它相对来说走得更流畅 更规矩 就是那种比较流畅 比较规矩 然后相对来说 它的形态走得比较好看的 基本上好看的回马腔走出来 形态也不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回马腔 其实回马腔在最早的 旧版的视频课程里边 那个已经现在已经没了啊 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是现在都没怎么看过旧版的了 旧版的视频课程里边其实是没有回马腔的 为什么没有回马腔呢 是那时候我在做课程的时候 就回马腔我就不太想放在里边 因为主要是回马腔 我那个时候研究这个方法的时候 耗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 就真的耗费了很多心绪 它花了 我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吧 才真正开始实操 就是一年半的时间都是在调整这个方法的细节 不停的调整细节 再复盘 复完盘之后看数据 然后数据不那么好 然后再换条件 就调来调去调来调去 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真的是熬了很多个夜 弄了这个方法出来 所以我最初的时候 不是说它比别的方法要好多少 而是耗费的精力更多一些 那时候方法加上长长短短的 也有那么多 所以我就想着 灰马枪就别放进来了 但是后来我在实际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就再加上吧 后来才加上了 这个灰马枪 原来的旧的课程里边是没有的 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吧 刚刚说了一下灰马枪的一些小故事 主要就是真的是耗费了很多精力 所以灰马枪这个方法 其实我个人是就比较 反正这方法都挺喜欢的 只是说灰马枪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方法出现的概率更高一些 它出现的频率很高的 但是灰马枪 它其实有很多人学完之后 会认为会有一些误解 灰马枪其实对形态对审美的要求是很高的 但是很多人就认为碰21天线 然后开始回调了就是灰马枪 不是的 其实灰马枪对形态的要求非常高的 等会我真正讲案例的时候 你们就能理解了 就像现在最近有很多人认为 比如什么罗文也是灰马枪 其实都不是 等会到时候讲完了你们就知道了 就是看似灰马枪出现的概率是高一些 但有很多它都是不属于回马枪 就是形态上有点 形态上有点雷同 但就是属于那种不好看 变异的回马枪形态 回马枪回马枪 听这个名字你们应该能够有感触 就是它是一个很有力度的一个方法 会杀你一个回马枪嘛 它一定是有回头的过程 和那个就是向前出击 主动出击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是比较对形态的力量 力度和那个回调的状态 要求是比较高的 回马枪这个呢 它没有别的什么 就是我们直接用案例来 先跟大家讲这个形态 回马枪其实玩的就是N形 N形大家应该懂吧 N形比如说 这个形态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N形 能看出来吧 上涨回调再上涨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N形 如果向下的话 就是下跌反弹 再下跌 它也是一个N形 倒过来就是一个倒过来的N形 所以回马枪 其实玩的就是一个标准 N形的一个形态 它是主要的 还是K线的形态为主 其他的指标为辅 记住这种N形形态 上涨回调再上涨 如果下跌的话 就是下跌反弹再下跌 我看一下我图片上有没有 图片上好 没有下跌的图 下跌的话差不多就是这种 那下跌 这个图没结权 下跌反弹再下跌 就像这样 下跌反弹再下跌 这也是一个N形 就是下跌的N形 我们就记住这种形态就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先把回马枪的这些案例先找出来 这些案例是之前做课程的案例 你们跟着一块看形态就行了 然后我们这些案例讲完之后 再跟大家讲我们最近遇到的一些盘口 标准的不标准的 什么样的是我们应该规避的 什么样的是好看的必做的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主动放弃 一会再跟大家细说 我们先了解一下回马枪的形态 和它的逻辑 然后正常情况下 一个趋势的形成 你们大概会能够看到 很少有那种特别极端的单边上涨 中间不回调的 像那种是不是少见 正常的还是震荡上行 震荡下行会比较多 然后像那种单边的极端上涨 相对来说比较少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概率 像那种单边行情呢 它日线完全不回调的 很快速的那种 有每一年都有 但不是每个品种都有 像那种就属于极端行情嘛 极端行情回马枪就是做不进去的 可能小时线能做进去 但是日线可能就做不进去了 那我们既然大部分的常规趋势 都是震荡上行或震荡下行 既然震荡 那比如震荡上行的话 一定是涨着涨着 它会有回调 然后再上涨 然后再回调再上涨 这就叫震荡上行 它走一个完整的趋势 然后我们回马枪 就是震荡上行的调整之后 再次启动 所以一般我们在趋势启动初期 就开始关注了 比如像这种形态 像这种形态开始上涨 它原来均线排列还是空头的 还是空头呢 我们这里可以不用管它 它真正转成多头之后 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区域 转成多头之后继续上涨 上涨之后经历第一次回调 其实这个位置也可以说是回马枪 它在这个位置上涨 回调的时候 均线排列已经走好了 MACD也已经走好了 所以它当它再次上涨的时候 它也是形成了一个回马枪 但这里呢 毕竟这个位置刚刚转 所以看不清 我们就以这儿为主 就是一波清晰的上涨之后 快速的回落 寻找21天线 是主动回调寻找21天线的 而不是在这儿横盘 磨磨叽叽 把21天线等来了 不小心碰到的状态 那个不行啊 一定是上涨之后 快速回调寻找21天线 然后再快速脱离21天线 它形成了一个标准的N型 上涨回调 再上涨这样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完美的回马枪盘口 然后回马枪 对K线的形态要求就是 它要能够组合成一个标准的N型 然后在回调的过程中 这个均线是必须要注意的啊 5天线13天线 怎么缠绕都行 但是21天线 必须要保持清清爽爽 也就是5天线13天线 不要和21天线缠绕 就是上涨回调的时候 打到21天线 这个时候5天线和13天线 在21天线的上面 打到21天线 扎到也行 拖下来也行 或者收在21天线也行 然后再快速脱离21天线 然后这个就是标准的回马枪的形态 然后我们其他的条件 就是MACD和KD 回马枪其实一共就四个条件 一个是K线形态 一个是均线 一个是MACD 一个是KD 其实就这四个条件 K线上涨回调 碰到21天均线 然后再次脱离21天线 在这个时候 MACD如果是做多的话 多头 MACD必须要在零轴上方 快门线在零轴上方 KD金叉确认进场 我们以打到21天线 这根开始算 就是在6根以内 金叉就没问题 比如这根线 是碰到21天线了 数6根线以内 金叉都可以进场 超过6根就不要了 比如从这个开始算 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第四根金叉的 确认它回马枪形成 那我们在下根线 开盘架 直接进场 止损 就破这个低点 止损就可以了 这是回马枪的一个 标准形态 然后再说一下 像这种形态 这种形态 有些人认为 也是回马枪 为什么他会这么认为呢 比如说这上涨 回调 它没有打到21天线 没有碰到21天线 不能要 你就差一点点 比如差个几条 无所谓 但你要差远了 就不行 比如这个回调 就差了一大截 没有碰到21天线 那这个位置 我们就不能看回马枪 对吧 它是上去之后 又下来碰到21天线 再次上去 它这里是没有 如果再次上去金叉的话 这种形态 也是我们不要的 就它第一次回调的时候 力度不够 没有去寻找到21天线 然后就上去了 然后再下来 形成了一个震荡的形态 这种我们不要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 干干净净 上涨回调再上涨 形成了标准回马枪的形态 就是在它再次上涨的时候 用KD金叉确认金叉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案例 这个也是一个标准的回马枪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之前的 一波清晰的上涨 慢慢从空头转成多头了 然后经历第一次回调 回调 它也是快速回落 去寻找21天线 然后快速脱离21天线 这个线打到21天线的 从这开始算 12345 第五根KD金叉了 确认它回马枪形成 当然一定要注意 快满线必须在零轴上方 如果是做多的话 必须在零轴上方 那这根线 确认回马枪形成之后 下根线 开盘架 直接进场 止损 就破滴止损 然后就可以持有就行了 然后像这个位置 出现了二次回马枪 三次回马枪 这里其实这次 这个位置的回调 如果形成回马枪的话 也是可以做的 其实在这个位置 它有可能也会形成 但是这个形态就破坏了 你们看到没有 上涨回调之后 回调之后 它这个收在这倒没事 但是这三根均线缠绕了 就是五天线和21天线缠绕了 它就破坏了 它的均线形态 这种形态 我们是不要的 一定是五天线 13天线 要在21天线的上面 你比如这个位置 上涨回调之后 它打到13天线 没有碰到21天线 也不行 然后它再次冲高之后 再回落 在这个位置 达到21天线 然后再脱离21天线 那像这种 收在21天线下面 也可以的 MACD一直在零轴上方 所以只能做多 这里达到21天线 然后1234 应该是第四根金叉的 这个位置也是回马枪 这个位置也是回马枪 都是上涨回调再上涨 都是标准的回马枪形态 但是一般我们回马枪 就是出现盘口之后 第一次和第二次 是可以做的 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 不是以这个出现的频率算 比如说它在这儿 它在这个位置 它前面一直没有回马枪 它在这儿才出现回马枪 是不能做的 我们以什么为准 就是以它转世的时间为准 比如这个位置开始转多 真正意义上转多 好像就是在这根线 完全转多的 转正常情况下 你们以后可以去观察这个趋势 一个趋势由空头转成多头之后 有70%的概率 它会有横盘 或者会有回调 它有七成的概率 有些时候单边上去了 就上去了 就不回调 但是大概率它会有回调的 回调就会有可能出现回马枪 或者是一阳指 横盘就有可能出现三阳开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就属于转世 刚刚转世成功之后 经历了第一次回调 出现的回马枪盘口 像这种盘口 就属于我们亏钱都得要做的 就必须要做的 这个时候 那你就是觉得 不管是压力大呀 还是怎么样 这个单子该做 也得去执行 然后就持有 你比如像这种第三次 其实第一次第二次都可以做 就是一定是 离这个刚刚转世 越久 离趋势转世的初期越久越好 不不越近越好 就是你刚刚启动 没多长时间出现的盘口都可以做 它已经长了两三个月了 就肯定是后面的盘口 就算有很好看的形态 我们也不要了 然后这个就属于二次三次 相当于第三次的盘口 我们就肯定是不能做的 因为它前面已经长了这么久了 你再去做的话 万一它是后面长起来了 万一它向上的空间没那么大的话 性价比就不高 所以我们永远要记住 刚刚转世的初期出现的第一次机会 我们是必须要好好把握的 我一般不做复利 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就是转世初期出现的像这种第一次机会 我标准仓一定会做进来的 我不会说在第二次 在第三次在加仓的 我一定是第一次开单的位置 它永远是最好的位置 它设的止损也是绝对的低位 那这个位置它是启动的话 就是很难再打回到我的成本 但如果说你越往高越去做的话 相对来说你的 不管是盈利空间也好 还是性价比也好 都不那么合适了 所以大家以后也要注意 就是转世初期的盘口 可以大胆做 走的 你比如像现在 我就想今天说的 那像什么豆魄 然后那个聊天 我聊天的那个截图 也还没发给你们 我下午出去了 那个晚上 晚上我反正信息还没有回 我晚上还要回信息的 到时候我找出来发给你们 就是说那个豆魄追多的那个 不是 抄顶的那个 像那个豆魄那个高位 如果它再出现回马枪的话 就肯定是不能做的了 明白吧 就是转 初期可做 然后这是这个案例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回马枪 清晰的上涨 然后回调 扎到21天线 脱离21天线 MACD快满线 零轴上方 然后KD金叉 这个位置打到21天线的 然后123 第三根金叉的 然后第四根 开盘架 直接进场 止损 破地止损就行了 这是一小时的单子 一小时肯定是跟日线也有共振的 没有共振也不做的 这个形态应该当时是有共振的 这也是回马枪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做空的回马枪 做空的回马枪 下跌 一波清晰的下跌 然后反弹 这也是刚刚转势 你们看到没有 原来是多头趋势的 他因为没有多头去 多头趋势没走多长时间 他就走不上去了 然后多头 刚刚开始转空 出现的第一次回马枪 这就是我说的 出现的第一次回马枪 就是亏钱也要做的盘口 然后看一下 下跌 然后反弹 扎到21天线 然后快速 脱离21天线 然后扎到21天线 开始算 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死插的 死插完之后 下根线 开盘架 直接进场 止损破高 然后这个MACD 也是在 灵轴下方的 做空 MACD 必须要在 灵轴下方 做多 MACD 必须要在 灵轴上方 这个一定 不要搞混了 你比如说 这个趋势里面 有什么 这里也有一个 回马枪 这里也有一个 回马枪 那我们 这个位置和 这个位置都可以做 因为这是 第一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 这就属于第三次了 它已经离 转势 转势已经很长时间了 这个位置做的话 性价比就不高了 所以像前两次都可以做 你这里没做到的话 你在这也能做 但是这里我们就不要了 这个要注意 就是我们平时 做单的时候 第一次和第二次 可做 越往后 机会 它就 风险相对就比较大了 然后这个是 做空的回马枪 这个也是 做多的回马枪 很清晰的 空多趋势转换 单纯 多空趋势转换 依据均线 两个都要看 两个都要看 王老师 你比如说看这个吧 我等会找实例给你看 先把这个案例看了 我再找实际案例 再给你看 这个PVC 也是一个回马枪 它一直是在这里 前期一直是震荡 震荡完之后 就开始突破上去了 上去之后 经历回调 回调 打到21天线 然后脱离21天线 它是这根线 打到21天线的 1 2 3 4 5 第五根 金叉的 然后MECD 快盘线 灵柱上方 确认它回马枪形成 那下根线 开盘架 直接进场 止损就破 低止损就行了 这也是一个 标准的回马枪 然后它前期 一直是在震荡 震荡终于选择方向之后 出现的第一个回马枪 这种也可以做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的 整体形态也行 你看它的 13天线和 5天线 一直是在 21天线上面的 整个的线形 也是比较干净 比较干脆的 然后这个 也是非常非常 这个刚讲过了 然后我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那个 用当下的案例 跟你说吧 然后你刚刚问到的 就是多空转换 你比如说 看指数吧 因为现在很多 都要换合约了 所以数据它不是很准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 多空转换 一定是看整体的 你均线排列走好了 MACD没走好 不行 MACD走好了 均线排列没走好 也不行 然后看一下 这个位置一直是 虽然没有空头 确实没走出来 但它确实是 转过空 只是没下来 下不来 整体比较强势 均线排列走空了 MACD也下零轴了 所以在这个区域 肯定是不能再关注 做多盘口的 但它没下来 下一下不来 也没有做空盘口 最终走着走着 然后均线排列 开始走多了 MACD快慢线 也是开始上去了 在什么时候 这一天 这一天的时候 MACD快慢线 MACD快慢线 和那个均线排列 都已经完全形成了 多头排列 虽然它并没有完全 看起来很强势 那种形态 但它整体 现在已经走多了 这能看出来吗 你比较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根线的时候 你看 MACD快慢线 慢线 还是在零轴下方的 看左下角的 看左边的数值 MACD那个黄线的数值 是负9.94 所以这个位置 是属于MACD 还差一点没走好 但是均线排列 五天线 十三天线 已经上 二十一天线了 已经成多头排列了 但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直接动 一定是等 MACD和KD 都同时走好了 这个图有点小 我再给你找一下 其他的图 你看 比如说这个位置 你看这里 MACD和那个 隐藏起来 均线排列 这个线还没上去 这个线的时候 放大一点 五天线上去了 十三天线 也刚刚上去 看起来 十三天线刚刚穿二十一天线 对吧 这个就属于差不多 开始转 已经均线排列 已经算是走好了 要转多了 然后MACD的快慢线 快线上零轴了 看这个数值 快线 就是这个白色的线 已经上零轴了 它是正数嘛 慢线差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 也是马上上零轴了 这个就属于 马上就要转势成功了 属于MACD 刚刚要走好 然后KD呢 差一点点 我们再往后一根 你看一下 你看像这根 就确定了 均线排列 已经走多了 五天线 十三天线 完全上穿 二十一天线了 然后MACD 快慢线 也完全上穿零轴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认为 玻璃 已经完全转成 多头趋势了 那我什么时候能做呢 就等它出盘口 要么是回调 要么是横盘 出我们想要的盘口 之后才能做 然后包括像这个位置也是 你看一下 你看像这里 在这根线的时候 在这根线的时候 均线排列已经开始要走空了 五天线下来了 十三天线也刚刚下穿 二十一天线 它马上是要走 这个空头排列了 然后MACD 快慢线 还是在零轴上方的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玻璃要转空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转空 MACD还不够 那我们要继续看 看它什么时候 MACD能完全下零轴 然后就判断它 真正意义上的转空 然后我们再找我们的进场条件 下一根线 你看慢 快线下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白色的线是复数了 黄线还没下来 我们还可以继续等 现在均线排列也已经很清晰了 然后开始走 走 看什么时候下零轴呢 在这一根线 MACD完全扎到零轴下方了 两个数据都是复数的 然后均线排列也是空头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 玻璃已经完全转空了 刚好在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一个 做空的回马枪形态 做空的回马枪盘口 这个是指数 当时的主力合约这里是差不多的 也是在这个刚刚死差 这个位置我们就也是可以做的 它是转世之后 第一次回马枪嘛 下根线开盘架直接进场 这是做空的 开盘架直接进场 2739止损就破这个高点 2892上方止损就行了 这个也能看一下 下跌反弹再下跌 它也是一个标准的 做空的回马枪 能看明白吧 也是刚刚转世 就形成的第一个回马枪 就可以做 这个是可以做 然后这里没做的话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一个一阳指的 也能做 这个位置是已经都转空了嘛 均线排列 K线形态都沿着这个短期均线 往下走 然后MACD也就早就已经下零轴 在这根线的时候就下零轴了 这个时候它又出现了一阳指 也可以做 这是整个做空的形态 然后我看一下 罗纹转空了吗 咋转空了 没转空啊 罗纹没有转空啊 罗纹转空都没有 本来就方向不明啊 震荡嘛 相体震荡 所以没有方向 罗纹现在的状态 是属于没有方向 知道吧 没有方向 然后 我们继续讲回马枪啊 继续讲回马枪 我那说到这儿 在那个王晴 王晴咱再说一说 说说看啊 你说转空了 转空的特点是什么 王老师等一下啊 王晴 咱们先说一下罗纹 就你问的这个问题 刚刚我们正在讲 那个趋势转势 你先说 转空的 它的那个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叫转空了 你能回答一下吗 就你 你现在已知的 你已知的 就是什么样的 才叫转空了 就你看到这个形态 你为什么觉得它转空了 是因为它收音线了 往下跌 跟持仓没 持仓没关系 空头趋势和多头趋势 和成交量 持仓量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趋势的判断 我们讲趋势判断 这一课的时候 没有讲量价仓 量价仓是一个单独的课程 趋势判断 你主要看哪 哪两个条件 你现在回想一下 咱互动一下 因为别一讲一过 我到时候都忘记了 因为这是最最根本的东西 你你先回忆一下 看能说出哪个条件 就趋势判断 空头趋势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说哪个形态应该怎么样 指标应该怎么样 能说出来吗 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不知道没事 我再讲一遍 就是你尽量的想一想 你印象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嗯 好 王晴说的是五 十三二十一 对这是均线 均线应该怎么样排列 才叫空头排列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 杨德兴这个问题趋势是多头顺序排列五日均线 嗯 十三 二十一 八十九天线不管的啊 五 十三 二十一 嗯 然后是判断 我们判断方向用的 然后八十九 二百五 五百 是作为支撑压力用的 明白吧 是作为支撑压力用的 大线作为支撑压力 作为减仓用 五天线 十三天线 二十一天线是标准的判断方向用的啊 不要搞混了哈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我看一下 呃 云奇商贸 嗯 均线呈空头排列 MACD下船临轴 对 是的 云奇商贸 是的 对 王晴也说了 宽阀线下临轴 呃 海洋 日线的MACD 不用死查 我们在判断方向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一下 判断方向的时候 不需要看金叉还是死叉 只需要看它快慢线的位置 它是在零轴上还是零轴下 以罗纹现在为例 我们先分析一下目前它的现状啊 呃 我们一会儿再讲那个回马枪的案例 先把这个搞明白了 因为我看好多人好像还是有点模糊 首先 均线排列现在 看不出来有一点粘合的状态 这个罗纹 对吧 五天线十三线缠绕 二十一天线反正相距都很近的 属于粘合状态 首先均线不清不楚 然后MACD快半线 目前是在零轴上方的 但是均线呢 呃 又 你 它肯定不是空头排列 但多头排列呢 又 又不像 属于横盘的状态 所以现在罗纹 你要说它日线的方向 肯定不是空头 但多头呢 又不那么标准 所以你只能看它是正正当 或者是横盘 偏多一点 毕竟它没有下零轴 它也没有空头排列 明白吧 所以现在罗纹 其实属于震荡或横盘的状态 并不属于它是 呃 转空了或转多了 它没有方向 现在 没有方向啊 哦 短线看见跌了是吗 那比如说 那 那像 像这个罗纹 像这个位置 你比如看像这种 这个 在这根线的时候 就已经标准的 转成空头趋势了 为什么 均线排列 完全形成了倒序排列 倒序排列 就是21天线的最上面 5天线的最下面 13天线中间 它成这个空头排列 K线沿着短期均线往下走 MACD也已经完全下零轴了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标准的空头排列 那你比如像这种 像这个位置 MACD快慢线还在零轴下方 然后但是呢 均线看一下啊 5天线 13天线 21天线 已经成多头排列了 5天线 13天线都上穿21天线了 这个时候大家一看 哦 它要转多了 但是呢 MACD快慢线 还是在零轴下方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等 等什么时候呢 等它MACD看 什么时候能上零轴 它在这个位置 才完全上零轴的 看到没有 前面这根都不行 前面这根 看左边 MACD的数值 黄色的数值 还是负 6.14 就是那个 黄色的那个数值 是还是在零轴下方的 然后细看一下 也能看出来 还没有上零轴 这个位置 真正上零轴 是这儿 所以说 罗文真正意义上的 转成多头趋势 是在这个线 完全转多的 均线排列 没问题 K线形态 没问题 MACD快慢线 完全上零轴 没问题 这里完全转多了 我们就寻找 做多机会就行了 然后这个明白吧 这里也是整体 都是多头的 均线排列 是多头排列 K线沿着短期均线 然后横盘也好 震荡上行也好 都是在多头的 然后MACD快慢线 也是在零轴上方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在这儿 都是多头 都是多头 但是现在 现在开始 多头也不是 空头也不是 因为它开始走震荡了 在高位一直是 走这个箱体震荡 走了很久了 现在都开始横盘了 所以它现在 是属于没有方向的 明白吧 多空都是 没有方向的状态 然后我看一下 左上角是多头 王老师看什么 左上角啊 这儿啊 看左上角干嘛 回马枪 金插石 彻底转式 就可以做 对吧 对对对 是的 王老师 金插的时候 是彻底转式 就可以了 数据 是 MA均线的数据 和这些数据 是看左边都行 然后MACD是看这儿啊 MACD的数据 是看这儿 我已经调成超轻了 是看这里 然后 那我再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铁矿 铁矿现在也是 很难看的 等会儿我再跟大家 讲回马枪啊 你们看铁矿 真正意义上 转多是什么时候 是均线排列 在这里的时候 五天线 十三天线 就已经完全 上到二十一天线上面了 也就是说 按传统的 判断 趋势的这个 条件 已经在这个区域 已经转多了 看到了吗 五天线 十三天线 二十一天线 乘多头排列 K线在上面走 然后再看一下 MACD快满线 MACD快满线 还在零轴下方的 就证明它还没有走好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认为 它要转多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转势成功 那真正意义上 什么时候才叫 真正的转势成功了呢 是在这根线 在这根线的时候 均线排列 还是多头排列 K线沿着短期 均线再往上走 MACD快满线 也完全上零轴了 那这里就是一个 标准的多头趋势了 那我们就应该 寻找机会可以做 我们最后中 不是在这做的吗 这也是上涨回调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做多的回马枪做的 它虽然挣的不多 挣了一百多个点 但是在这个位置做的 它也是转势之后 经历的第一次回调 然后再出现的盘口 做了一次 然后现在 你说铁矿现在的形态 它肯定还是偏多头的嘛 虽然它整体是在震荡里边 均线也不那么好看 然后它整体的形态 都不是很好看 但是它整体 还是震荡偏多头的 还是在多头的 所以铁矿也没有转空啊 它整体的方向 还是在多头的 然后方向趋势判断 五十三二十一 多头拍两枚 零轴上方 共振周期 对 是的是的 杨德兴 是的是的 那现在这个趋势判断 最基础的 你们应该知道了吧 这是根基啊 是基础 那说到这 我们就继续讲回马枪了 回马枪 就是多头趋势只做多 永远要记住 回马枪也好 一阳指也好 一定是 首先前提 做多的话 它必须是多头趋势 做空 它必须是空头趋势 明白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铁矿 就是刚刚说的 在这个位置 铁矿已经完全转成 多头趋势了 但是呢 就没有什么机会 最终它在这里开始回调了 回调 打到二十一天线后 然后再脱离二十一天线 它这个脱离的时候 不是特别干脆 但是也还行 它没怎么缠绕 然后均线排列也没有走坏 所以大概是在这一根的时候吧 这一根的时候 金叉的 这一根打到二十一天线 然后一二三四五 第五根金叉的 我们说六根以内金叉都没有问题 那第五根金叉之后 确认回马枪形成 下一根线 开盘架直接进场 开盘是六九七 止损就破这个低点 然后六五零 止损破六五零就行了 一般是我们往这个低点下方 放五跳 五跳上次也跟大家说过 一跳呢 就是最小变动单位 像铁矿就是零点五一跳 五跳的话就两点五个点 比如像橡胶五个点一跳 五跳的话就二十五个点 明白吧 这是一跳 我们一般设止损 比如说这个位置左上角 有数据的 最低点是六五零点五 那我们止损就设在六四八 这是一个铁矿 之前我们做的一个盘口 它也是一个回马腔的盘口做的 就在这做的 我缩小一下看 你们放大了看一下 上涨回调再上涨 MACD快慢线没问题 在零轴上方 然后形态上涨回调再上涨之后 第五根KD金叉的 KD金叉了 看数据K53 D51 K大于D是金叉的 那这个位置我们就确认 它回马腔形成之后 下根线开盘架直接进场 然后止损破这里 这就是之前做的一个铁矿的 一个做多的 怎么算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怎么算 止损怎么算呀 哪个怎么算 什么怎么算 止损点数怎么算吗 还是什么怎么算 止损点数 止损点数 看这个数据啊 比如说我要破高止损 比如说我现在做空了 我要破高止损 这里最 比如破这个高点止损 那这个最高点 是不是717.5啊 717.5 我们一般往上加5跳 它是0.5一跳 5跳就是2.5个点 那就是设在720 717.5加2.5 就是720嘛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开单了 697开单 开盘架是697 我们就直接开盘架 直接进场了 止损破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最低是650.5 5跳的话就是2.5个点 一跳是0.5嘛 铁矿你们知道吧 你们看这儿 你看798 然后不动了 怎么 就是最小变动单位 比如798 798.5 看到没有 798 就798.5 是不是动一下是0.5啊 动一下0.5 就是一跳是0.5 对 0.5个点嘛 那5跳就2.5个点 那最低是650.5 我们减去2.5个点 止损就设在648 破低止损嘛 破这个低止损嘛 破5跳嘛 这个能明白吧 这个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回马枪 然后再跟大家继续看啊 标准的回马枪 嗯 这是一个标准的回马枪 这个位置就有点高 其实它也是回马枪 稍等一下啊 不看这个 看看指数吧 因为这个数据就有点不准了 稍等 其实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做空的回马枪 只是它脱离21天线的时候有点久 我看一下123456 第6根死差的勉强能算 这个位置就是 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空头回马枪 你们看一下 嗯 一波下跌之后 快速反弹 寻找21天线 这根线打到21天线了 这根线打到21天线之后 我们一般是脱离21天线的话 6根以内死差就能做 超过6根就不要了 这里是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第六根 第六根的时候你们看一下 我隐藏起来 看一下这个位置 K56 D59 K小于D 完全死差了 完全死差了 MACD快门线的零轴下方 确认回马枪形成 这个位置当时是有共振的 那就可以下根线开盘下 直接进场 开盘是5902 然后止损 就破这个高点就行了 那设在6070就行了 这是一个直将的 直将的一个开单 这是一个小时线的做空盘口啊 我给大家找做多的 多讲 多讲几个案例 你们就有印象了 然后四小时这里 同样也是回马枪 就是 不用不用 不用看家权 看主力合约啊 就看主力合约就行 就看主力合约就可以了 然后 比如说 给大家稍微先找一下啊 最近的案例 相对来说少一点 因为最近 嗯 很多很多品种 都是没有什么盘口 那比如说像这个玉米 这个也是一个标准的回马枪 一波清晰的上涨 然后由空头 是不是转成多头了 现在先看这个方向啊 原本是空头趋势 这个位置开始 五天线 十三天线 开始上穿 二十一天线了 形成了多头排列了 对吧 已经多头趋势了 然后MACD在 它是真正转 多是这个位置 均线排列已经上去了 但是MACD你们看一下 快线上去了 慢线还差一点点 那我们就继续看 真正完全转势是这个 就等于均线排列也是多头 然后MACD也完全转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啊 淀粉的周线已经完全转成 多头趋势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等盘口进场了 它刚好转势之后 形成了第一次回调 这个第一次回调 就我刚说的 一般转势初期会快速来一次 回调或者说是横盘 然后出现我们的盘口 我们就可以参与了 这就是刚刚转势之后 出现的第一次回调 而且是K线主动快速回调 去寻找二十一天线 这根线达到二十一天线的 然后MACD快门线已经完全上零轴了 打到二十一天线之后 如果它在六根以内形成金叉 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回马枪 看一下这是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第五根金叉了 这里看到了吗 这里金叉了啊 MACD还是零轴上方 均线排列也没有乱 然后上涨回调再上涨 形成了一个标准的N形 然后KD金叉之后 确认标准的那个回马枪 形成了 下根线 开盘下直接进场 开盘三一七二 止损就破这个 二九六七 它一个点一跳 那就设在 就是五跳的话就五个点嘛 就设在二九六二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标准的做多的回马枪盘口 能看出来吗 这是淀粉 我不是说很多老学员都做了淀粉吗 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周线的回马枪做的 包括像这个 这都是近期的案例啊 因为这几天比较少 然后这是近期的案例 然后老的案例 我们就尽量的少看 因为离得太久了 大家看的是没有感觉 这些有一些行情 很多大家是有印象的 然后其实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回马枪 这里也是一个回马枪 只是说在这个线 有点受影响了 它的这个位置 其实不叫形态 我们可以把它忽略掉 因为它这个位置是属于 很快速的扎了一下 属于不是实体 如果是一个实体的阴线 扎到这的话 形态不好看 但其实这个形态是挺好看的 整体的回马枪的形态 N型的形态嘛 上涨回调再上涨的形态 是很好看的 首先 这个棕榈本身一直以来 都是在多头趋势里面的 MACD一直是在多头 均线排列没有问题 对吧 只是这里要转空 没转下来 然后又重新回归多头之后 经历了第一次回调 然后打到21天线 这里算打到21天线 因为这里它不实 打到21天线之后 1 2 3 4 5 第五根金叉的 第五根金叉形态 其实没有问题 上涨回调再上涨 就是这个毛刺 看着有一点不舒服 属于不那么完美的 但整体的形态呢 也是一个标准的N型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有力度的 然后脱离21天线的时候 还算干脆 然后这个时候 MACD没有问题 K线没有问题 均线没问题 KD也没问题 确认回马腔形成 那下根线 开盘价直接进场 开盘是8610止损 就破这个低点 因为棕榈是两个点一跳 那五跳的话就十个点 那最低是7576 我们止损就设在7566 减十个点嘛 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棕榈很多人持有 也是因为周线的 这个回马腔盘口做的 跟玉米 跟那个淀粉什么都一样的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 回马腔盘口 然后我们再看看做空的 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看一眼 先看正纯吧 正纯是阳星光 先问的 我看一下正纯 正纯05 然后09 0911个亿 0516个亿 05不对 36个亿 0911个亿 我看一眼 对 正纯的09的日线是回马腔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在这个位置吧 也是 我看 它这个就是有点远 远在哪 这根线 清晰的上涨之后 快速回落 寻找21天线 第一根 234 等一下 123456 第六根金叉的 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整体的形态 也是回马腔的形态 也是回马腔的形态 这个位置也是回马腔的形态 这里有一个一阳指 这里一个回马腔 也是 只是说 它从这个底部上来 走得有一点点远 但它整体的形态 可以说是回马腔的形态 是回马腔的形态 看一下 3050 最低 30502871的话 止损不到 止损不小 对于甲晨来说 止损不小 3050 2871 那就设在2866 2866 966066 不到200个点 差不多快200个点了 止损不小 因为正纯 正常情况 止损100个点左右 是很常见的 日线 这个止损稍微偏大一点点 大概大家知道就行了 这个是 是一个 但它不属于那种 很好看的回马腔 很好看的回马腔 我等会跟大家找 就是比较 幅度比较小一点的 这种是跨度有点太大了 就是所谓的扇面很大 夹角很大 就这个 从这个 不是扇面 就从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有点远 就属于跨度太大了 然后呢 所以像这种形态 如果做的话 大概率止损都不会太小 这是正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铁矿 铁矿 铁矿啊 先看一下这两天的 铁矿的 05 09 09的日线 嗯 铁矿 这里 呃 这里也是回马腔的形态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铁矿 在什么位置金叉的 我看一下 这个位置金叉了吗 我们先看啊 这里打到21天线的 对吧 然后均线排列没有问题 打到21天线 一 二 三 四 第四根金叉的 没有问题 金叉完之后 开单架应该在哪 下根线开盘 这里是形成标准回马腔的时候啊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N型 嗯 均线没问题 K线没问题 这个也是属于那种跨度有点大的 虽然不是特别好看 但它是算是标准的啊 MACD没问题 零轴上方 然后这个位置形成之后 下根线开盘价进场 开盘价是 820.5 止损多大 止损最低730 哦 止损有点大 止损的话 破730的话 应该是破的 是728.5 830 是830还是8几几 820 差不多90个点呢 90个点止损很大 然后现在的限价是多少 这个东西 弄得关 限价是794 795 795 止损的话设在 795 止损设在727 727 727 止损的话70个点 现在做的话 现在这个位置做的话 止损70个点 也挺大 日线啊 铁矿日线止损70个点 嗯 它是一个回马枪的形态 是的 是的 就是才形成的 才刚刚形成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 周线的方向 均线排列 你看你们看一下 转势啊 均线排列 现在是不是走好了 这个是周线 这个是周线 铁矿的周线 你们看一下 仔细看看 均线排列走多了 你只看这个位置的话 你会认为啊 铁矿转多了 趋势已经是多头趋势了 但你要看MACD的话就不够 它的MACD 还是在零轴下方的 所以铁矿 现在其实日周 是没有共振的 但是周线 肯定是在转势的过程 能不能完全走出来 目前不知道 但是整体的形态呢 就是努力的在转多中 它是属于要转多 但是转了一半 这属于这个MACD 还差一点点 这个明白吧 这个能明白吧 铁矿的日线呢 确实是 是这个盘口啊 是的 铁矿的日线是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胶煤 铁矿05不行啊 我看的是09 05不行 一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不行 看一下胶煤 胶煤不行 09的太小了 看一下09的日线 09的日线 05 胶煤的位置 有点太高了 同志们 又是在前高附近 又是在前高附近 这个位置有点太高了 胶煤的位置太高了 然后铁矿05 给大家看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05的这个什么 它的线形很乱 就是这个K线 我明天 应该是明天下午 会跟大家讲 形态的梅雨丑这一刻 这个就属于典型的 很难看的形态 我这么给你来吧啊 我怎么样跟你 稍等一下 加的自选 我给你做个对比 就知道了 什么叫好看 什么叫不好看 稍等一下 嗯 这是09 这是05 没有我刚看到 好像没有均线呀 哦 我想起来了 刚刚那个铁矿 我看到那个日线 不是没有均线吗 没有均线是因为 我在那个大图上 把大线给删了 我嫌它乱 所以你们看一下 整体的啊 09 这个形态 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 它会比05 好看一点 05的这个形态 你们仔细看一眼 它是这个 这个跨度很大 然后它整体的 这个均线 特别的不规矩 就是回调的时候 就有一种 很纠结的感觉 它有一种 震荡的状态 但是 呃 整体的这个 这个09呢 相对来说好一点 包括这个反弹 脱离21天线的时候 和回调的时候 09的形态 都比05的要好看一点 当然都不是属于 那种特别好看的 我现在给大家 找那种特别好看的形态啊 然后再说一下 那个05的胶霉 再给你们看一下 05的胶霉 胶霉 胶霉这个形态不行 同志们 你们整体看一下 呃 胶霉 刚好是在周线前高的位置 你在这个位置出现的盘口 其实是很危险的 再加上它前面 已经涨已经涨了很多了 它是从这个1500涨到3200的 已经涨了1700个点了 然后在这里调整一下之后 又也是涨了很多 这里从2100涨到3200 也涨了1100个点了 这一波涨幅有点太大了 然后你在这个位置 再出现盘口的话 不太合适 而且它转多 真正趋势转多 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里知道吗 在这个区域就转多了 然后你在这里 再去跑去做多的话 就有一种有点追高的感觉 有点时机不是太好 我们之前不是在 在年前的时候 有些人有做嘛 胶霉胶塌 你年前的时候有做 是小时线做的 因为日线没有太好的机会 那个时候是刚刚转世的时候 这个已经转世这么久了 而且涨幅这么大了 在这个高位 又是前高附近再去做的话 其实性价比就不高了 所以胶霉的形态 就没有去动它 然后我给大家找一些 好看的 好看的 标准的 我刚刚在那个 哪儿 就是给大家讲 旧案例的时候 你们应该能看见 那个标准的案例 我给你们看一下 好看的回马墙 和不好看的回马墙 你们看过之后 一对比就知道了 就没有对比呢 你看不太出来 但对比过后 你就是很清楚了 然后你们看一下 这种位置的 这个回马墙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它整个的跨度很小 均线很光滑 回调呢 是很干净的 就是不是在这里 来回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就证明它回调不干脆 回马墙 回马墙 我们要的是 它回头的那一下 很干脆 脱离的时候 也很干干净净的 就是一个好看的形态 你看这个上涨之后 回调特别干脆 就连着几个阴线 打到21天线了 然后再脱离21天线 这就是属于一个 标准的 好看的 干净的 回马墙 然后它之间的 从这个高点 到这个21天线的距离 也不是特别远 像这种形态 走出来的话 就你开单的话 止损不是太大 因为它整个图是压缩了 变就是很窄幅的波动 所以你开单止损会小 如果说这个点 和离这个点太远的话 形成的回马墙 基本上止损都很大 就那种止损很大 你会做得很渗的 我再给你们找好看的 这是加全 然后再给你们找好看的 比如说 纯简 纯简有没有好看的 纯简 纯简小时线 纯简是小时线的盘口很多 但是日线的盘口并不多 日线的盘口并不是很多 比如说像这种回马墙 这种也是比较干净的 就上涨之后 你先别看它前面涨了多少 我们就先只看它这种形态 上涨之后 回调很干净 上涨很干净 回调很干净 就是干干净净的 快速回到21天线了 然后脱离21天线也很干净 然后MACD快门线 临组上方 这根线KD金叉了 确认它回马墙形成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干干净净的回马墙 尤其是在回调的时候 回调的时候 它总是就是磨磨叽叽的 想下又下不来 想下又不敢下的状态 是最烦人的 知道吧 就像这种回调 一定要干净 没有什么毛刺 然后这个整个均线的 相对来说比较光滑 就是最好看的形态 有好多时候 就是因为它形态不好看 让导致这个盘口 看着就是很难看的 然后比如再给大家 比如找一些案例 玻璃 玻璃的日线最近也没有盘口 天天横盘最近 玻璃最近也是天天横盘 一样没有盘口 嗯 这凉日线 大家找啊 一阳纸倒是挺多的 稍等 纸浆 纸浆也是一阳纸做的 不是回马枪做的 纸浆是一阳纸做的 稍等 正纯 正纯 像这种回马枪也可以 这个回马枪是之前做了的 就上涨之后 它这个幅度很小 幅度小是什么 上涨回调再脱离 很干净 上涨回调再上涨 它是连着的 然后就整体的这个高点 离21天线的距离不远 这样开单就止损了 你想你看这个位置 还没有金叉 下一根 下一根 这金叉了 金叉完之后 下根先开盘加金叉 开盘是2642 止损破低的话 2534 止损刚好只100个点 正常的那个甲纯 就是这么大的止损空间 100个点左右 然后像刚刚我们看的 那个09的吧 是正纯的盘口 好像止损都得要 差不多200个点了 就有点偏大了 你看这是加权 就05的那个正纯 不那么好看 09的好看一点 这是跟05的形态 是一样的 5天线绕到 21天线的下面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 正纯 加纯 加纯这儿 你们看一下05合约的 上涨回调再上涨 N型没毛病 但是就是这个高点 离这个21天线的跨度很大 所以像这种盘口 一旦做的话 不是不能做 就是止损会放大 然后你再看一下 这个形态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说过 5天线 13天线 可以随便缠绕都行 但是不能跟21天线缠绕 你们看一下这个盘口 5天线明显 绕到21天线下面来了 所以这个形态就不行 这个不行 一定要注意 5天线 13天线要在上面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09的这个甲唇 09的甲唇就没有缠绕 这09的啊 09的你看到没有 5天线 13天线 在上方缠绕了 它没有缠 它没有绕到21天线下面来 所以相对来说还干净一点 它比05的要好看一些 就有一点不好的是什么 这个距离和这个距离之间跨度太大 因为跨度大 所以我们的止损会放大 就会考虑性价比的问题 它止损不是大了一点 是大了一倍 正常止损100个点 它这个差不多止损200个点 就很大了啊 这是止损的问题 然后现在大家 大家这个对标准的回码枪 是否有一点感觉了 是不是有一点点感觉了呢 然后我们 稍等一下 你比如像这种形态啊 这里 这里也是回码枪的形态 这个位置呢 也是回码枪的形态 我们之前在这个位置 不就做了护旅吗 在这里做了护旅 它是就很小 在底部形成的 就上涨之后回调 打到21天线 马上脱离21天线 它不光是 它不光是一个回码枪 它还是一个一样指的形态 它也是一个一样指的形态 在这儿 这根线金叉的 就是很小 这个是很小的 就像这种 这个高点和这个21天线的距离 越近的话 止损越小 如果离得越远呢 跨度越大呢 止损就越大 然后最终 这个盘口就走出来 也还可以 反正护旅之前做 不就是四小时做的吗 就四小时的盘口做的 你们应该很多人 或许有人之前参与过 然后你们再看这个回码枪 也是回码枪啊 这里也是回码枪 然后就是上涨之后 回调打到21天线 脱离21天线 这个位置 MACD快门线 零轴上方 KD金叉 这个是跟日线有共振的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 回码枪盘口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这里就是回调的时候 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干脆的 但是它反弹的时候呢 因为它反弹的力度 没有特别猛 所以它止损也不是太大 这个回调 相对来说还是干净一点 它虽然不是说特别特别好看 特别特别完美 但相对来说还可以 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干净的啊 给你们看好看的 特别干净的那种形态是什么样的 比如像这种形态 就是很干净的 下跌 反弹再下跌 这是一个标准的 做空的回码枪 下跌很干脆 反弹很干脆 打到21天线 然后快速脱离21天线 整个形态就是标准的N型 下跌 反弹再下跌 没有一点毛刺 毛刺就是上影线下影线 涨涨跌跌 这就是毛刺多 那种感觉 知道吧 像这种就是干干净净的 K线很干净 均线很干净 然后快速下来 脱离21天线之后 然后MACD快门线 零轴下方没问题 KD死差没问题 然后形成一个标准的回码枪 当然这个位置是带突破的 它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仰值 这也是做空的回码枪啊 下跌反弹再下跌 进场很简单 进场就是 这位置形成标准盘口之后 先不动 等它这根线收盘 换下一根线的时候 开盘架直接进场 开盘是15535 然后止损破这个最高点 最高点是16050 然后护旅是五个点一跳 你们应该知道吧 五个点一跳 那五跳的话就是25个点 最高是16050 加25个点的话 止损就设在16075 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标准的 做空的回码枪盘口 然后单子就做进去了 就是这么做的啊 这是小时线的盘口 嗯 行 稍等一下啊 我看一眼正纯05 然后等会会会 等会等会会给大家找 先别着急 等会会给大家专门找案例的时间的啊 你们先别着急 然后 正纯 正纯05 0515分钟 我先看一眼啊 我15分钟都没有 我加上来吧 15分钟 21号 10点45 这儿啊 这不是回码枪 这不算回码枪 这是一阳指 你可以算成 算成它是一阳指 它不是回码枪啊 不是回码枪 这个位置跳空太大了 在将它回调的时候 扎到21天线 13天线都没有上21天线呢 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均线排列都还没有走好 所以这里不是不是回码枪啊 不是回码枪 就它这个至少均线排列要是多头排列的 让你看一下 打到21天线的时候 13天线都还没有上21天线 而这个时候呢 它整体的方向就还是看不明白的 所以这个位置你可以算突破 突破 突破了标准的一阳指 但是回码枪不是啊 回码枪不是 然后这个位置是回码枪 这个位置倒是回码枪的形态 但它前面涨了 涨了这么多 然后在这个高位再出现了回码枪 也没法做了 明白吧 这里是回码枪 上涨回调再上涨 这个位置回码枪没有问题 但你要看一下 从底部2800多 算2900吧 涨到3100 一个15分钟 涨了这么长时间 涨了这么大的空间 你在这个位置还做的话 也不合适了 明白吧 这个位置形态上是的啊 然后橡胶前几天 确实是 是一个做空回码枪的形态 橡胶是在哪啊 我看 橡胶是 这儿 我这四小时 那么难看 橡胶是 但是是很难看的 这个回码枪也是不好看的 知道吧 它这个下跌也磨磨叽叽 看似像是回码枪 其实都不是 都不是 你可以说它是一样只带突破的 但是回码枪真的不好看 回码枪是标准的N型 你这个位置都已经有点畸形了 其实这个位置是有点回码枪形态的 但是它整个形态和这个K线的状态 太难看了 是属于那种很难看的 就是好看的和不好看的 你一对比就知道 什么叫好看的 我跟大家对比一下啊 好看的案例就是我 我之前找的这些案例 就是很好看的 你们对比一下 就是像这种形态 就它的线形很干净 很顺滑 K线呢 也是小豆豆一样的这么排列 就上涨很清晰 回调很干净 反弹很干净 你看这个下跌 这个反弹毛次特别多 加上均线的跨度很大 均线的就那种拐直角拐弯 跨度很大 明天就跟大家讲形态的审美了 你们就知道 这种就是属于 我说的那种典型的 不好看的形态 这种顺滑干净 就是一看就很舒服 很干净的状态 大概率走出来都是好看的 这种 然后不是说完全走不出来 但是大部分时候 像这种形态 基本上走出来 空间都不会太大 这就这就是那个区别啊 不是说丑 它就一定没有行情 而是说丑 大概率走出来不那么顺畅 反正不是那么舒服 你看这个单边上去 是什么概念 你再看这个单边下来 是什么样的状态 它就毛次特别多 因为它本身调整的时候 就是那种震荡的状态 所以它一直都是毛次很多 上上下下 你在盘中的时候难受死了 跌一天涨一天 再跌一天再涨一天 天天就是那种冲高回落 然后要么就是打到下面 要打回来 所以整个状态会很难受 然后如果是好看的形态 你看上涨很干净 没什么毛次 上一线也很小 下一线也很小 就很规矩 然后这个均线一看 就是那种很光滑的感觉 就是你一对比就知道了 这种形态跟这种形态一比 你就能看出来 但是你要不比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 哎呦这个标准 很标准 就是会分不清楚 好看不好看 一对比就知道了 所有的形态都是 所以你们应该是用那种图片记忆法 我一会可以把案例 发在咱们那个群里面 我就把我这些课程里面的案例 我做好的这些案例 我直接发到群里面 你们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去自己找案例的时候 一定要去跟这些图去对比 你比如这个案例 也是很标准的 这些都是标准的 然后像这些也都是标准的 都很干净 你会看到它觉得很整齐 没有说那种特别难受的 这个就不属于那种特别好看的 但是跟刚刚的橡胶比的话 它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了 然后这种也是标准的 包括像这种 就是这是邓里面刚刚说的 就很干净 整体的形态就是很干净 然后包括我们 就是最近好看的形态太少了 你们也知道最近很多 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走势 所以走出来就不是那么好看 如果是有好看的形态的话 就你老远一看 就知道它是好看的 就它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不说别的 就是个淀粉 其实就是那种很好看的形态 就属于那种很干净的状态 放大一点 你们这么看的话 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是很干净的 就它这个高位和21天线 距离也不那么远 上涨回调再上涨 它整体是 就是相对很干净 你会觉得这个均线也是很光滑的 它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 就看起来麻麻拉拉拉的感觉 就整体这个线 看着是很顺的 然后你有很多比如比如橡胶 你再看一下丑的那个橡胶 橡胶 你看一下它这种 什么叫丑 一对比的话 这个就叫丑 我明天会跟大家讲这个 这种就叫丑 所以这种出现的任何盘口 能不碰就不要碰 因为它大概率走出来 反正不太好看 就是你们可以多看看 就丑的也多看看 好看的也多看看 一对比你就知道 什么叫好看了 虽然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但是丑的 公认丑的 它一定丑 那公认好看的 你就算不那么喜欢 你也不会觉得它很 它会难看 或者觉得不干净 明白吧 所以 这个形态 我等会再跟大家多找一下 然后 大家可以休息几分钟 然后你们 你们可以现在找一下案例 就按我刚刚那个标准 去找一点这回马腔的案例 然后发到 就发到公屏上 比如说橡胶 你们尽量找以前的案例 从家权上找 从家权上找 比如橡胶日线 18年3月20号 然后就发个日期出来 然后我陪着大家一块 看看大家找的案例怎么样 找案例也是检验学习的过程 好吧 大家都主动找一找 可以先休息几分钟 然后去个洗手间 喝口水什么的 然后再开始 好吧 然后我也要去洗手间了 同志们 然后你们可以先找找案例 就把日期 我这里没有 电脑上没有登录微信 然后我手机在楼下 我没拿手机 所以你们就直接在公屏上 发品种和日期 然后我带着大家一块 在公屏上 陪着你们一块 看看这些找的案例 是否标准 什么是好看的 好看的图 咱们就全部把它保存起来 不好看的图 我们就说出 它为什么不好看 因为实际操作中 大家就是要这么分辨的 行 现在大家先找案例 我先去个洗手间 找案例就发群里 都主动一点去找 不要怕找难看 不要怕找错 找错了 也就证明理解错了 我再多讲几遍 要是都不问的话 我或许都以为 大家都会了 不问话 要是你 好看 是不想看 优优独播放 想订阅 许多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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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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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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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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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是很多的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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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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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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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MACD快线上零轴了 但是慢线差一点点 所以它的MACD属于差一点点 不那么标准 但它整体的形态 这个N形的 小N形的形态是很好看的 上涨干净 回调干净 脱离干净 就整个这个形态是好看的 但MACD快慢线稍微差一点点 稍微差一点点 所以这里属于不算标准 然后19年12月9号 这儿 12月9号这个位置 这个回马枪就属于 不那么好看 你这么看吧 它就属于有一点 回调的时候不那么干脆 你能看出来吗 这个形态跟这个形态比 你就能看出区别了 就这种是好看的 这个是回调的时候不干脆 你如果说从这儿 打到这个位置 直接从这儿开始回调了 是吧 到这儿直接打到21天线脱离 那就是很好看的 但这个位置下来之后 有点下不来 开始横盘 把21天线等上来了 这个也属于是那种 属于横盘 横盘代替回调的那种 那种回马枪 就属于力度 看似就不好 就没有那么有力度的感觉 然后像这种就是好看的 你一对比就知道 它这里下来的时候不干脆 它如果在这儿 直接打到21天线 再上去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N型 然后这个就属于有点 就是后面就走横盘的状态 所以它也不属于好看的 就属于反正就很难看的状态吧 但你要说真的有些时候 没盘口做 你做也就做了 就它差不多是这意思啊 罗文20年的5月份 这个呢 是属于形态 也是好看的 这个形态为什么好看 就是它的形态干净上涨 回调再上涨 很干净 MACD没问题 KD没问题 但就有一点 它没有碰到21天线 我们看一下差多少啊 最低3432 当时的21天线3422 3422差10个点 10个点的话 稍微多了一点点 就它再往下打一点点的话 这个形态其实就属于还可以的 3436 3427 就差9个点 10个点 就它整个的N型形态是很好看的 MACD KD都标准 就差一点点没有打到21天线 如果它这个位置打到21天线的话 它是属于很好看的形态 很好看的形态 然后我们继续看 日线6月19 6月19 这里也不行 这个就不行了 你这里跟这里比就看出来了 上涨之后横盘 把21天线等上来之后再进差 这里完全是一个横盘的过程 它不像这种主动回调 去寻找21天线 明白吧 所以这个位置不是 这个位置 不是 6月19号 这个位置 这个区域不是 完全跟回马枪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它不是的 然后12月份 这里 这里是一个 这里也不是 这里也不是 这也是横盘 这里也不是回马枪 如果在上涨之后快速回调在这 打到21天线之后 在这就金叉了 也是一个完美的 这种盘口都是四小时 两小时有盘口的 但是日线进不去 这种我们当时都是从四小时 两小时上做的 我等会找给你们看 就这个日线 这个就不行啊 上涨之后回调 它没有打到21天线 如果在这直接下来之后 上去就好看的 它是这下不来 又开始横盘 然后等上去的 然后突破上去了 所以这个也不是回马枪 不是回马枪 然后这个位置是的 这个 这个位置是 你可能都没有找到这里 是吗 21年的这个位置 21年的3月5号这里 这个位置是回马枪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你对比一下 跟这里比 它是不是上涨之后 它主动回调寻找的21天线 再金叉的 这个就属于上涨之后 横盘再上去的 它这里是标准的 但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行 这个21年的这个3月 3月15号这里 3月15号是的 3月15号是的 然后8月17号 然后继续看啊 8月17号 8月17号 这儿 嗯 这里是死差 这里是死差了 这里就属于 诶 诶 这里属于也不好看 哎呀 太难看了 下跌之后反弹 也不好看 再加上MACD也不行 你看这个是现在死差的 MACD宽门线的慢线 还在零轴上 所以MACD又不行 这MACD也不行 加上这个形态 也也不好看 这MACD不行啊 它还在零轴上方 然后9月28号 这里也不好看 这不也是横盘的吗 这跟刚前面那个横盘 那是一模一样的 就属于上去之后 你看它上去之后 它就是这个 就能看出来毛刺吗 同志们 就是我刚跟大家 对比的那种 就是所谓的毛刺 就你对比一下 你看看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这个是上涨 上涨 就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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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涨 所以这个也是那种 真的很难看 这个是属于比较难看的 比较难看的形态 那个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这个位置 也有一些老学员买 也有一些老学员买了的 在这里 这个形态呢 当时是 主力合约上 都是这样的 不好看 是很不好看的 就这个位置 就是属于一直是毛刺很多 就震荡嘛 横盘 窄幅震荡 主帘呀 主帘哈 我等会再看 然后这个也不是 反正就是不好看的 不好看的 螺纹的小石线 是有很多很多 很好看的盘口的 小石线的盘口 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一阳指也很多 回马枪也很多 相对来说 它的形态 就比较好看 因为像这种 这个是四小时有 这是四小时的盘口 有很多时候 我们螺纹做出来的 螺纹的盘口 没有热卷的多 热卷走出来更好看 螺纹相对来说 没有热卷多 你看像这种 就属于完美的回马枪 上涨之后回调 打到21天线 能看出来吗 就是这个形态 就这种形态 能看出来它好看吗 就是上涨 回调 再上涨 它是属于那种 很干净很干净的形态 就回调很干净 反弹很干净 线也很干净 就虽然这个上涨 有点长吧 但整体回调的状态 和脱离的状态 都是那种好看的状态 这是螺纹的小时线 螺纹的小时线 跟热卷的小时线 性价比都是很高的 螺纹有很多时候 日线形态 会走得很纠结 但是反而小时线 会出很多盘口 其实这里也是回马枪 这里也是回马枪 回马枪加一样指吧 这里也是 上涨回调 打到21天线 脱离21天线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但这个就不是了 你看上涨横盘 碰到21天线了 再上去 这里就跟回马枪 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图上能看出区别吗 上涨回调 打到21天线 脱离21天线 它是一个标准的N型 但是这个位置 上涨横盘再上去 你可以做突破 但是它真的 跟回马枪没有关系 回马枪一定是 有清晰的回调的 但它是横盘等来的 然后再给你们找找看 像这种呢 就是属于 属于 小一阳指的形态 有很多一阳指 一阳指有很多 那这个位置也是回马枪 也可以说是回马枪 你看到没有 它也是 上涨回调再上涨 也是回马枪 但就是 跟有一些盘口比的话 你看日线上有一些 就不是那么好看 这种也是回马枪 它均线没有缠绕 就是它有点冲过头了 但是收回来也很快 这种也算回马枪 上涨回调再上涨 只是它收在下面 你会看着觉得不舒服 但它至少均线排列 没有问题 然后整体的回调的力度 和反弹的力度 没有问题 这种也算回马枪 明白吗 它比那种横盘的 要好看很多 它虽然不是说特别完美 但它这种也是 也是可以的 给你们找一找 好看的和不好看的 就是 尤其是那种横盘的是 我们需要注意的 不能要的 横盘的回马枪 是最麻烦的 然后没有碰到 二十一天线的 也不能要 就离得远的话 就很难看 然后包括罗文像现在 就罗文现在的状态 很多人不说 这里是回马枪吗 它不是回马枪啊 这里跟回马枪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们再仔细看看 这里是回马枪吗 就我昨天评证分析的时候 不也有人在问我吗 就这里是不是 这里有 罗文有回马枪了 它跟回马枪没有关 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线形本身就很乱 然后加上这个形态 就是上涨回调 在这里震了很长时间的 它根本就不干脆 也不干净 所以这个跟回马枪 也没有关系 回马枪一定是一个 标准的N形 但这个形态 已经是变异了的 穿透二十一天线也算 穿透二十一天线也算 也算 然后我再看一下 其他人找的 接下来 历青2206 11月2号 看一下 历青 11月2号 这里 这里也是回马枪 也是 这位置也是回马枪 下跌反弹再下跌 虽然跨度有点大吧 但也算是回马枪 因为历青经常这样 历青的这个品种 为什么我不喜欢呢 就它老是这么搞 它老是跟外盘 跟原油 原油一跳空 它就跟吃了风药一样的 所以我不喜欢历青 是因为历青 好多时候走出来的盘口 都不是很好看 这也是下跌反弹在家 它是属于一个 很丑的回马枪 就丑 就丑 你比如像这种 就很丑 历青老这么玩 所以你看像这种 也算是回马枪 上涨的回马枪 上涨 回调再上涨 所以它的跨度 老是很大 历青大部分时候的盘口 就是这种 但它确实也是个回马枪 是个回马枪 你不管它好看不好看 没毛病 也是回马枪 你看这儿 也是回马枪 就属于那种 就跨度很大 就是总是这个低点 离21天线的距离 特别遥远的状态 这个品种 它就这样的 这个品种 它老这么玩 所以历青 我不是说了吗 可以做 可以挣钱 但是挣钱很痛苦 这个过程 让你很辛苦 觉得 然后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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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2号 21年1月20号 加权 看一眼 加权 历青 21年 2月20 21年 1月22号 那这个也是回马枪 看到没有 你说的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这个位置当时我们做了的 它这里也是一个回马枪 就是上涨回调 它很小 它是一个很小的 从这儿上涨起来之后 就均线排列走多了 然后第一次回调走了 这也是 这个止损就很小 当时我们做的时候 止损应该很小 这个当时是做了的 它在这个位置就金叉了 它是这个 它是这根线金叉的 然后止损很小 当时这里做了的 都就是过程中 挣了钱 但是挣的呢 就是这个还算是流畅 后面也做了一次 这是1月份 这里试的啊 刚刚是杨德星找的 这个试 这个位置当时也做了 当时的主力合约 你们看一下这个形态啊 它在这儿金叉的 这个回马枪的形态也可以 刚刚转多嘛 上涨回调再上涨 这个当时的主力合约 比它好看一点 这个加权呢 是属于慢线 差一点点没上零轴 但是当时的主力合约 是基本上符合标准了 然后主力合约的形态 比它还要好看 所以这个盘口当时也做了 但是挣钱很痛苦 这单挣的很辛苦 拿了很久 就过程中它老这么玩 就你不知道它要干嘛 就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你总觉得这个单子 好像要打止损了 最终挣钱了 最高挣了600个点应该 止损也不大 但是五六百点的时候 有些人全平了 有些人捡大部分仓位了 剩下的最终最终 有些人按防守是这走的 但是基本上在高位的时候 有些人都走了 因为利青本身 他的盈利能力 就是在五六百点 都是不错的行情了 所以就这么正的 当时利青这波是做了 这波也做过 都是回马枪的形态 只是说它不属于那种 特别特别 怎么说呢 这个形态加权上差一点点 MACD 当时的主力合约上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形态是做 也是可以的 是标准的 就像利青走这种形态 比较难 就大部分时候都这么走 所以它老抽风 这利青式的 杨德兴找的 杨德兴找的案例还挺好的 然后看一下 胶霉 胶霉加权 21年9月22号 对 这里也是回马枪 这里也是回马枪 只是有一点呢 就是它稍微位置有点高 但是看回马枪形态的话 这个是回马枪啊 是回马枪 上涨回调再上涨 就上涨回调再上涨 这个形态均线 MACD KD都没问题 MACD灵柱上方 这没问题 但这个胶霉 我们当时是小时线做了的 21年的 我看4 21年的8 9月份吧 嗯 8 9月份 那这儿 我们在这儿做的 看到没有 当时8月4号嘛 8月4号做的这个胶霉 你们看一下 这个单子做的也很爽 就这里也是一个标准的回马枪 是做的4小时和日线的共振 当时日线的盘口就没有 但是就从小时线上做的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回马枪 你们能看到很干净吗 刚刚跟日线走共振 这里刚刚走共振 8月 8月4号的时候 我记得 8月4号的时候 对 这儿嘛 日线刚刚开始转多 就在这儿 刚转多 然后4小时出现的回马枪的盘口 所以这都是之前做过的单子 上涨很清晰 快速回调 打到21天线 你能看到这个是干净的形态吗 同志们就那个好看不好看 很抽象 所以大家呢 需要自己去想象或者是对比 就这种就属于是标准的 上涨回调打到21天线 脱离21天线 在这根线 这根线 这根线金叉的 这根线金叉的 没有问题 标准的 1 2 3 4 5 第五根金叉的嘛 MACD没问题 KD没问题 4小时和日线的共振没问题 做了之后止损就破这个低点止损 所以这个胶媒是非常标准的啊 然后这里其实也是回马枪 这里也是回马枪 只是这里 这根线金叉的 这根线金叉的 MACD KD都符合标准了 然后这个形态也是上涨 回调再上涨 这里也是回马枪 这里也是回马枪 其实这里是第二次 这里是第一次 然后这回马枪就很多了 就是像这种胶媒的 小时线的回马枪就很多 有很多很多的 这里也算回马枪 上涨回调再上涨 就这个线收的不那么好看 但它也是回马枪的形态啊 这里也是回马枪 它是这么回调下来的 上涨之后从这开始回调 打到打上去的 这里也是一个回马枪 只是说它不是跟前面对比的话 它一定不是那种最好看的 这也是回马枪 你们看到没有 这也是有共振的 在这儿 这儿金叉的 只是它后面有点变异了 就是上涨回调 打到21天线 脱离21天线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也是一个回马枪的盘口 也是一个回马枪的盘口 然后再看一下 玻璃 还有甲醇 甲醇2016是啥呀 2016年呀 11月18呀 2016年 主帘 找到主帘上去了 甲醇最近就 今年 今年没有 去年都有啊 找那么远呀 甲醇 主帘 2011 你比如甲醇 甲醇这个位置 稍微 像这种位置的回马枪 当时我们做了特别标准的回马枪 这个位置做了之后 到这儿没有挣多少钱 没走 最终在这儿没打止损 后来上去之后 这个甲醇 最高挣了1700点吧 而且止损非常小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开盘近 开盘近的吧 这个位置金叉的 这个位置开盘近2630 最低是2520嘛 止损差不多是100个点 主力合约当时做100个点 到最高的话 正见过1700点 对 这个是甲醇 我们当时在这儿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这是日线啊 非常标准的回马枪 甲醇的回马枪 刚刚这个是我们 谁找的来着 断文广 2016年 16年 哦 这里 这里也是啊 这里也是有回马枪 也有异样质的状态 这里差一点点没碰到 但形态很好看 能看能看出来这个形态吗 是很好看的 我看差多少 最低16 110 差56个点还能接受 差56个点没有碰到21天线 能接受的啊 就差56跳 没碰到21天线 形态好看的能接受 这个也是一个标准的N形 看到没有 上涨回调再上涨 然后2011月份啊 这个是 这也是 11月份 11月18号啊 这就属于丑了 这儿 这儿也是回马枪 你们对比一下啊 这整个趋势里面的回马枪 有三个形态 我们断文广找的是这一个 你对比一下这个形态 再对比一下这个形态 你能看出来这个形态是丑的吗 现在大家能看一下吗 就这个图里面有三个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和这里一个 能看出来丑和好看吗 能分出来吗 就有感觉我说的丑是什么样的 毛刺多 均线乱 看着就不舒服 然后不干净 这个能区分出来吗 就在这个上涨的趋势里边 你们可以看看公平啊 看看公平 可能有很多朋友在返回去找案例 大家看看 有人能帮我看看吗 回答我一下好吗 这个好看是吧 对 这个好看 这个也好看 我们先不说他处在的位置高不高 我们就说形态 这个形态也好看 这个形态也好看 但是这个形态是不能做的 这个肯定不能做 因为他在这里 你不知道还要干嘛 最终是碰到21天线了 但他跟回马枪的形态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里和这里 如果遇到的话 这种形态都可以做 但就这种形态不能做啊 大家记录一下啊 记录一下我们 我得拍个照吧 记上日期 回头我编成图片 然后我发给你们啊 就是对比 行 我拍成图片了 拍成图片 结成图片了 嗯 对对对对 上下影线小 上下影线太多的话 就毛刺很多 我这个到时候 我做成对比图 发给你们啊 我做成对比图 然后呢 我再看看现在 然后玻璃 现在的四小时 我看一眼啊 玻璃 现在的四小时 玻璃 哎呦 四小时 啥也没有啊 个个呀 09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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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玻璃 症双索 玻璃 09 09 34个亿 09的 陈电 最近起来了 日线 四小时 哎呀 啥也没有啊 不是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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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属于 嗯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的 嗯 不清不楚的啊 不清不楚的 应该这里是个回马墙 虽然位置有点高吧 但人家是一个标准的上涨回调再上涨 它是个回马墙 这里不是的啊 不是的 嗯 对 对 穿透21天线也算啊 嗯 我给大家找个案例吧 不光是穿透 就是 收在21天线的上面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啊 比如说 比如说 嗯 护理 护涅 护涅 不要加权 主力合约吧 护涅 嗯 护涅 这个也是特别完美的回马墙 你们能看到吗 就上涨 回调再上涨 这不我们不做了吗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关注我 就上涨 回调再上涨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 四小时的回马墙 跟大头 不是 跟大头 跟那个日线也是有共振的 空头好找 我来给你们找 没事 一样的啊 就反过来 这不也是标准的吗 标准的回马墙 嗯 然后刚收到21天线 我给你找 先找一个收到21天线的案例啊 先看一下其他的 橡胶两小时 2021年 05合约 好的 05合约 那个时候不是主力合约 数据肯定是不准的 我们先看一下形态啊 05合约 两小时 11月19 这儿 这是一个回马墙 加一扬指的状态 均彩 是的啊 它是又是回马墙 又是一扬指 它带突破了嘛 突破了 然后上涨 回调再上涨 没问题 是一个回马墙的形态 是标准的啊 然后接下来 我给大家找一点空头的 然后再看看别的形态 空头的回马墙的话 比如 玻璃 玻璃 这个位置是空头回马墙 能看出来吗 这个看主联啊 看主联 这个不对 数据不对 能看出来吗 下跌 反弹再下跌 它这个位置差一点点 最高是92 然后不是 最高是98 然后呃 当时的最高点是92 离21天线差6个点 也就差6跳 5 6跳是能接受的啊 差太多就不行 差5 6跳能接受 这位置看一下 下跌 反弹 打到21天线 然后脱离21天线 在这个位置死差了 MACD快慢线 完全下零轴了 没有问题 配地也死差了 下一个线 开盘架直接进场 然后止损 就破这个高点止损就行了 加5跳 最高是2898 加5跳 我们就是设在2 嗯 3003 这个是做空的回马墙啊 这是做空的回马墙 然后4小时上也有的 小时线都有 给你们找找看啊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做空回马墙 能看出来吗 这里这里 哎 这里 这里也是做空的回马墙啊 下跌 反弹打到21天线 然后脱离21天线 呃 5天线和13天线缠绕了 但是没有跟21天线缠绕 所以也可以 当时的日线是刚刚转空 这个小时线和日线 还是有共振的 所以4小时当时 有很多老学员做了 就是因为它和日线有共振 日线又是刚刚转空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空的回马墙 下跌 反弹 再下跌 MACD零轴下方 KD死差 确认下根线 这里开盘架 确认进场 止损就破这个高点就行了 这也是一个做空的回马墙啊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嗯 然后呢 两小时上也有的 然后我再给你们找其他的品种啊 两小时 两小时这个呢 就有点不那么好看 说实话 它是 它是 当时 是 做了4小时 两小时没做 这里就不那么好看 有点便意的 那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像那个 做空的盘口 像什么生猪啊 生猪 生猪 生猪的小时线可能会多一点 日线上少一点 生猪的日线盘口 有好多时候都不是特别好看 小吃线会好看一点 看一下啊 看主连可能好一点 这个指数上 没有像样的 主力和右看一样 生猪也是季节性特别强的 你们知道吗 跟鸡蛋一样的 鸡蛋就是分盘口 鸡蛋经常是 嗯 诶 我这05 你不认为这个位置 生猪这个位置 它不也是一个做空的回码枪吗 能看到吗 比如在这 下跌 反弹 再下跌 它就是有点毛刺 这个位置打到21天线之后 123456 第六根死叉的 六根以内进死叉都行 那下一个线 开盘下直接进场 开盘是14175 止损破这个高点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标准的 做空的回码枪 能看出来吗 就是生猪最近的行情吗 这里也是回码枪 能看到吗 这里 这里 这里也是下跌 反弹再下跌 等于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两次 一次两次都是回码枪 做空的啊 刚我们找的都是做空的案例 做空的案例就太多太多了 包括像什么 纸浆啊 纸浆的小时线也都有的 我们只找做空的啊 做多的刚刚案例看的有点多 这是05的 给你看加全 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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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做空的 你们看一下 就是 就这里就不是那么好看 跨度有点大 但它其实也是回码枪 这里也是回码枪 然后这里 这后面这里 也是回码枪 就不是很好看啊 不是很好看 但确实是回码枪的形态 就毛次有点多 是刚刚开始跟那个 大周期走共振 日线刚转空的时候 四小时我印象中也是有的 当时是做过四小时 这里是做了的 它是一个 嗯 最低是 5806 收盘是5802 当时这里是有一点 就是又是像是回码枪 又是一阳指的形态 刚好 日线又是刚刚转空 所以刚好有共振 这里是很多人都做了的 挣的 还可以 这一波 当时的形态就有突破嘛 有突破 明天跟大家讲一阳指啊 MACD临轴下方 死差了 然后下跌 反弹再下跌 这个位置 其实一阳指的形态 更标准一些 回码枪你要说它是 它也是 就只是说 它不是那种特别规矩的 不是那种特别 特别完美的回码枪 就是有点 不那么好看的 但是下跌是清晰 反弹是清晰 脱离也是清晰的 就不是 反正不是那种特别好看的 就它可能是 反弹太快 加上脱离太快 就让人觉得有点 太愣了 这个形态 不柔和 然后这里算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一阳指 是更标准一些 然后像回码 这里是一阳指的盘口 纸浆之间 这也是做的一阳指 好像 然后做空的盘口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护铝 护铝21年7月21号 那么看一下护铝啊 护铝21年7月21号 对 这里也是 这里不就是 也是标准的啊 阳星光 这里有两次回码枪 这里出现了一次回码枪 这里出现了一次回码枪 我们当时是分了 有两批人分着进去的 这批 这波护铝不是去年 挣了很多的那一波吗 它出现了好几次回码枪呢 就是有很多人是 这儿没进到 后来在这儿又坐进去的 它是刚刚开始走好 出现的第一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 都是回码枪 上涨回调再上涨 这个止损就很小 这里又上涨回调再上涨 第一次坐进去之后 没怎么挣钱 然后又开始 回来没打止损 然后继续上涨 最终这一波是挣了挺多的 这里出现了两次回码枪 这个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这个呢 是这样的状态 它是一路都是金叉的 没有经历过死叉再金叉 所以你不知道在哪进场 然后这个呢 是在这儿金叉确认进场 在这儿你不知道从怎么进 它如果前面经历过死叉 然后再金叉的话 你就知道 哦 这里可以进场了 但实际上这里 就KD不好进 所以我们这里当时没有动 是在这儿的时候 又回调再上去 在这儿形成了一个 小回码枪坐的 然后这里又形成了一次 很多人是在这儿进的 比前面少几百个点的利润 但是这个位置也是标准的 这两个都是标准的回码枪啊 包括这儿都是回码枪 上涨回调再上涨这里都是 只是这里当时的主力合约 看着形态比它好看 这是指数嘛 它当时是跟主力合约有点不一样 反正这一次和这一次两次 是标准的回码枪 而且是那种小小的 止损很小 又很干净的状态 然后看一下橡胶 橡胶2205 橡胶呢 橡胶 205 3月10号 你说的就是这儿吗 3月10号 这个就不那么好看 这里没有这里好看 其实这里还稍微标准一点 它是刚刚转世之后的第一次 在这里出现的死叉 它这里还行 下跌反弹很清晰 这个也 其实你要说是也是 其实它这个 还没有这里好看 反正整体来说 橡胶就不是太好看 就这个回码枪呢 它就是 你就怎么看 它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线形的问题 明天我会讲形态的梅雨虫 你们就知道 为什么我说这个不好看了 就它是真的一对比的话 这整个线形 就整个形态的毛刺特别多 上一线 下一线 要么掌掌跌跌 它不光滑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均线 均线不是那种很顺滑的样子 而是那种很 就是很 跟很容易抽风的状态 就整体的形态 这里和这里 你要非得说是回码枪 它可以说是 但它一定不好看 一定是属于不好看的啊 再加上整个大的周期 整个周线的形态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橡胶 选择放弃了 没有做嘛 因为性价比不高 所以就没有做它 但那个形态呢 就属于 是 但是不好看的形态 然后今天我看大家找的案例呢 有好多人还没有找案例呢 可能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找 但是咱们慢慢来啊 不着急 但是大部分找的呢 经典案例找的比较少 然后有一些案例找的还可以 但是有很多案例找的是属于 不那么好看的 当然最近可能 有很多人可能 从最近的行情里面找 最近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盘口 跟大家说实话啊 最近确实没有什么 就是比较好看的呀 像样一点的呀 好的盘口 很少 然后像这个 EB像这种就是 也是回码枪看到没有 上涨回调再上涨 也是标准的 跟日线是有共振的 这就是好看的回码枪 就你一看它的线形 是比较顺滑的 然后这个K线呢 相对来说比较规矩 然后MACD KD都没问题 这里也是一个回码枪 其实有很多时候 对周线也可以找啊 都能找啊 所以最近确实 要想找最近的日线呢 像这种好看的形态 就比较少 大家反正都可以 哪都可以找 下次找案例 找远一点行 我们要最起码 先把这种好看的形态 给记在脑子里边 这样到时候 你在实际操作中 遇到的这个好看的形态 和不好看的形态 你能够第一时间 给区分开 就是不要什么都要 都能吃 就得挑着实 有一些就真的很丑的形态呢 咱能不要就不要啊 有一些形态 是真的很难看的 那种 你比如像这种 也是回码枪 看到没有 上涨回调再上涨 这里也是回码枪 它这个可以看一下 加全 原油上也有很多 就什么品种都能找 就是能接受的形态 这个位置也是回码枪 然后两小时上 原油也是有很多回码枪的 内盘原油相对来说 还差一点点 就是外盘原油很好 连这里就是一个 有点回码枪 又带一阳指的形态 原油呢 其实做小时线 顺势做也可以做的 它的性价比很高 但就是它容易抽风 就容易跳空 我个人不怎么喜欢 它连续性 就是能容易跳空 就容易放大止损 或者是明明我在 比如在500可以开多的 它一下跳空 跳空很多个点 这样止损就放大了 就会让人不舒服 但是原油的盘口是很多的 只是它经常这种跳空 让人觉得心脏会有点受不了 原油啊 原油也经常有很多好盘口的 做顺势的话 原油的连续性是比较强的 所以你们下次找案例的时候 就大周期啊 小周期都可以找 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形态给记录下来 这样到时候你实操的时候 你就就能第一时间分辨 它是我要的盘口 还是说它是 但是又很丑 我应该怎么样取舍 这个要大家要心里要有个底的啊 哎呦 这个就是 哎呦完美完美 这是我们杨德兴这大哥 杨德兴这个大哥找的案例很不错啊 虽然第一次找的有几个部队 然后我说完之后 他后面找的案例都非常标准 嗯 就这个是 那这就是完美的 就不用多说 他一定是完美的回马枪 就他的整个形态都是很干净的 上涨回调上涨 就是就是很干净 MCDKD都没问题 就就能看出来吗 就是属于很好看的 很清晰的 标准的 你看周线都出回马枪了 你日线有盘口 不大胆可以做吗 对吧 顺势的话 你随便走一走 空间都很大的 这是回马枪啊 是标准的 是标准的 所以下次找案例 咱们周线呀 哪个你那从五分钟上找也行啊 只要你能找到标准的形态 我们上课先以形态为主 形态掌握住了 后面都简单了 好吧 行了 今天晚上的课程先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先缓散一散啊 先慢慢消化 我们真正到时候大量找案例 是在后面三周的时间里边 会让你们大量去找案例的 最近的挑筛选出来 不同的周期 不同的盘口都找一找 会会让你们加深印象 并且如果我们实际这段时间 有可能会遇到盘口的话 然后大家也到时候小资金 小仓位参与参与 这样对这些盘口也能够加深印象 好吧 然后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了 大家也是听了一天的课 好好休息 咱们明天见啊 我昨天晚上做梦 我都在上课呢 哎呦 闹腾一晚上 就是早上也是惊醒着 生怕是起晚了 对大家都早点休息 好吧 然后我也差不多了 晚上还得回信息呢 白天白天没回信息 然后我看找到 找到那个人的信息 然后我就那个发到群里面 你们看看啊 就说去做斗魄的那个朋友 嗯 行了 下播了各位 晚安了 晚安 咱们明天早上见了啊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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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